2024年台湾媒体报道了一款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的首次亮相 这标志着台湾在导弹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 据报道导弹的生产车间内首次曝光的这款导弹的组装过程 以及一辆重达20多吨的重型导弹装备甲板 此外 台湾也在近期公布的先进科技计划中意外地提到 与超燃重压发动机相关的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台湾正在研发一款新型远程导弹的存在 更令人关注的是 这款导弹被认为是一种高超音速武器 其研发从初步传出的消息 到媒体的公开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了解 这款导弹的研发工作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一项专门计划负责 这个计划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多项成功成果 涉及多个类型的导弹研发 而在军备局2025年公布的先进科技研究计划中 特别提到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项目 专注于超音速燃烧式的岩特性 和超高温复合陶瓷材料的开发 这一研究计划 预计需要三年的时间 只在研发出能够承受 极高温度的防护材料 并进一步改善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燃烧式 以及相关系统高超音速武器 由于其速度和飞行路径的优势 能够有效突破敌方防御系统 它们的高速飞行和出色的机动性 能够大幅缩短敌方反应时间 这使得这类武器成为极具威胁的打击手段 随着防空技术的不断发展 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与部署 被视为提升战略威慑力的关键 因此台湾将其作为导弹系统研发的重点方向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这一研究计划 正式聚焦于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心技术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开发 超燃冲压发动机被视为 未来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心脏 具备支持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并能够维持稳定的推进 通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突破 台湾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可能会让其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重要的技术优势 随着台湾导弹的研发项目的推进 外界对台湾是否已经成功研制出 高超音速武器的猜测不断升温 考虑到台湾在导弹技术上的独立研发能力 及其对未来防御需求的高度关注 台湾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9年8月1日 晴天计划室正式成立 继承并发展了过去30年中 多个重要专案的成果 如晴天 晴升 层系及晴阳等 这些项目不仅包括 天空系列防空导弹和雄风系列板舰导弹 还涵盖了其他台湾自主研发的导弹系统 近年来晴天工作室的研究领域 扩展到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的更广泛的范畴 目前 台湾公开的导弹系统中 雄风2亿学航导弹的射程已超过1000公里 此外 还有几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 包括尚未亮相的云风学航导弹 晴天导弹 以及另一款未命名的弹道导弹 美国智库 曾对云风导弹进行过分析 推测其射程在12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 认为它是台湾重要的打击武器 至于晴天导弹和未命名的弹道导弹 尽管美国智库未对其进行介绍 但根据台湾历史上的导弹研发项目 可以做出一些合理推测 在20世纪80年代 台湾从美国引进了冲压发动机技术 并于1996年启动了测试远程 和高速学航导弹的冲压发动机计划 这一计划非认为是 今天导弹专案的前身在此基础上 台湾成功研发了雄东三型超音速导弹 完成该导弹的研发后 台湾便着手推出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威力更大的远程导弹计划 该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 W99小组主导 并最终发展出了 云风对地攻击导弹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 云风导弹从一开始 就被定位为超音速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尽管台湾将其与 雄风三型反舰导弹项目混合处理 外界关于云风导弹的信息 仍然相对稀少 2012年 台湾开始秘密进行 云风导弹的试射 并于2013年 成功完成了中低空全射程飞行试验 然而 军方对云风导弹的精度 提出了不满 认为 其未能达到与其要求 再加上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 导致云风导弹的研发一度暂停 直到几年后 云风导弹才得以重新启动 2019年 有媒体报道 台湾将开始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但考虑到技术挑战等因素 台湾决定将云风导弹的后续工作 与秦阳冲压发动机等项目并行推进 近年来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屏东和台东一带 多次进行高空导弹试射 外界普遍猜测 其中可能包括云风导弹 2019年 云风导弹量产计划正式启动 并在同年开展的飞机二号项目中 预留了云风导弹的生产预算 包括导弹的生产 轻氧冲压发动机项目 及麒麟推进系统的研发等 2021年 台湾重新评估了 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并预计将在2027年完成量产 随后的发展中 台湾加速了云风二型导弹的研发 编列了超过4000万新台币的预算 计划研发一款射程超过 2000公里的对地打击导弹 飞行速度目标为6马克 因此 中山科学研究院于2022年6月 将该项目更名为 晴天高超音速学航导弹 2023年 媒体报道称 台湾已经完成了 晴天导弹的第一阶段量产 生产了15至20枚导弹 并交付空军使用 同时配备了10套发射系统 已在台中和台北地区 投入实战部署 在性能方面 晴天高超音速学航导弹 外形类似于放大的 雄风三型反舰导弹 长约14米 推进器直径为1 2米 搭载晴阳冲压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6马克 射程可达到2000公里 尽管晴天导弹的性能 已经满足了台湾的防御需求 但台湾并未止步步前 继续着手研发 更加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 据媒体披露 台湾正在研发 一种新型的打击导弹 外界将其称为 晴天二型高超音速导弹 与此前的晴天导弹不同 晴天二型是一款 陆基中程对地弹道导弹 采用了两段弹体设计 并使用了复合材料 导弹配备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有可能超过2000公里 甚至达到3000公里 此外 晴天二型的战斗部 可以根据任务需求进行更换 包含高爆子母弹等常规战斗部 主要打击地面高价值的固定目标 由于采用陆上机动发射方式 晴天二型在作战时 具有较强的生存性 据台湾高层透露 晴天二型导弹已进入量产阶段 然而 由于目前导弹仍处于秘密生产阶段 关于导弹的详细外观 战斗部大小 具体射程 制导系统 部署地点 部署时间 以及生产总数等信息 仍然有限 此外 导弹发射车仍在采购中 此次曝光的弹体 很可能是晴天二型的增程版 作为晴天一型 完成阶段性研发后的改进型 与此同时 台湾还在加快 高超音速发动机的研发进程 据媒体报道 台湾计划在明年启动 一项新的高级研究项目 旨在研发一种新型发动机 为未来的高超音速武器 提供推进系统 该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 计划于2025年启动 预计持续三年 项目将重点研究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材料和技术 专家指出 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成败 与发动机的材料选择 和散热设计息息相关 今年6月 台湾向高校发布文件 要求寻找能够 耐高温的复合陶瓷材料 以提升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点火 与火焰保持能力 项目同样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监督 高超音速武器作为一种新型的武器系统 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 极高的飞行速度 高空飞行和出色的机动性 超越了常规弹道导弹的性能 至其在敌方防御系统反应之前 就能实施打击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发 是决定这种武器性能的关键技术之一 超燃冲压发动机 通过最大化力用外部空气进行燃烧 在短时间内 将导弹的速度提升至5马赫以上 与传统喷气发动机不同 超燃冲压发动机没有运动部件 因此不需要旋转的风扇来压缩空气 几年前 外界曾猜测台湾可能装备 一种新型高超音速武器 名为晴天徐夜导弹 并且台湾军方曾进行过宣传 表示其射程可达2000公里 根据近年来的报道 台湾确实进行了多次类似的测试 但这些远程导弹的试验并不顺利 由于台湾的地理面积较小 测试区有限 晴天导弹的验证工作 只能依靠分段测试 不过 台湾通常会通过与美国的合作 选择在美国进行一些武器的试射 如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及A-120中程空空导弹 因此 也有媒体表示 台湾可能会将晴天导弹的测试 转移到海外 模仿爱国者导弹的试验模式 但这款导弹属于台湾军方的高度机密 是否愿意将其展示给美国仍是未知数 此外 台湾在其军备发展方面 不断进行新的突破 近期 媒体还发现了天宫四导弹的相关信息 表明中山科学研究院 正在研发新型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并已开始进行部分测试和小批量生产 这些技术进展为台湾的防务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对于台湾未来在超燃冲压发动机材料上的突破 许多专家认为 成功的关键在于 找到耐高温的合适材料 这将直接影响到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 台湾能否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你们觉得台湾所研发的 今天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如何 在未来三年中 台湾能否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材料做出突破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